高雄广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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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们两个人就是从台北走到彰化 徒步用五天的时间走到彰化 那这两个人其实就是 在这五天的旅程之中呢 赖和他其实也不只是游山崴的水而已 因为赖和他也算是有一个文学底子的人 所以他在这五天的行程之中呢 他本身是一个客家人 那但是他每到了一个客家的村庄 他就会发现他村庄里面的人讲的话他都听不懂 所以说他就觉得非常的对不起这块土地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他的旅程之中呢也做了二十二手汉诗 那么呢其实赖和呢在我们台湾文学上呢 其实还蛮有成就的哦 好像被叫做是所谓的台湾文学之父嘛 那么呢其实呢这出记录短片呢 主要其实是在讲说赖和是很重要的人 然后呢在彰化的部分 有的呢有好几位学生呢就跟着赖和的脚步呢 去走这一段从台北到彰化的这一段旅行 然后这出记录短片叫做跟着赖和去撞游 对这六个学生是来自彰化中学和彰化女中的 那这些人呢就是跟着赖和的脚步 从台北出发也是一路走到彰化 那这段旅程呢比赖和还要多了两天 所以总共是七天的旅程 那么呢其实呢赖和呢 他们在研究赖和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做了许多的功课 然后呢甚至呢有做一些考古的研究 去考究说当时赖和是走过哪一些地方 然后他们也想要去效仿他们 然后呢他们在沿路上呢 其实受到了蛮多店家热情的款待 许多店家都觉得他们呢很棒 然后他们呢很有胆量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么呢其实我想问一下宝泰哦 请问呢你觉得你看了这一出纪录片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就是我觉得这六个学生的胆量 其实非常令人佩服 因为所有的行程都是他们六个人去规划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们也就是我看到他们也感觉到 他们本来在彰化学课本应该学的东西 课本上面写的东西可能 也就是我们社会上面需要的东西 但是在这次旅程当中 他们学到很多有关于现实的东西 比方说台湾农民啊 或者是许多店家 或者是不一样的社会风貌 那这些是本来在课本上面学不到的东西 那他们就感觉到 诶原来我们这次撞游 就是这次从台北走到彰化 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那这六个人呢 就是感觉到 搞不好这次撞游啊 就是他们 六个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那别人没有的经验 他们这次终于可以感觉到 那DJ宝泰我是认为啦 有被他们给感动到 如果以后有那个机会的话 说不定可以 请我们社团其他人 你跟着我一起走走看啊 那所以说呢 其实呢 看得出来宝泰呢 在这一场演讲中呢 应该学到了不少东西咯 那么我们先问一下佑佳 你对这场演讲呢 是不是有跟宝泰不一样的见解或想法呢 就是 因为我在看 就是看那个纪录片 他的警戒的东西 然后 我觉得他有 就是里面有只能讲了一句话 就是让 让我自己觉得很反而真的 就是他有讲一句 现实生活的脚步太快了 然后我们 他来不及跟上 然后像 就是有时候 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比如说想要跳过到 乡下或者是 就是 回去 至少是比较质朴的乡下的那种地方 然后 就有时候 就觉得还蛮感慨的 对啊 然后有时候 就是学到教的东西跟不上啊 然后或者是 别人在做什么 我没办法理解 或者是 就是 有事情要忙 然后我们自己 却没办法达到 那种标准的时候 就觉得 压力很大 然后想你那句话 就觉得 好像在讲我一样 对啊 哎呀呀 看来佑佳 应该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了 那么我们节目呢 也进入到了尾声了 我是DJ小源 我是DJ佑佳 我是DJ宝泰 我是DJ宝泰